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明星 今天我們持續先帶你來關心 這起驚險的意外就發生在印度 當時這些人他們在搭纜車 可是你看到這畫面 這搭纜車居然卡在半空當中 嚇得腿都發軟了吧 這是印度當地一處很知名的 景點度假村20號的時候 因為高空纜車故障 就懸掛在半空當中 而有11名的乘客 他們受困在車廂裡頭等待救援 最後他們居然是被迫綁著繩索 從300多公尺高的高空垂降 過程還長達了6個小時 攬車的車廂懸吊在半空中 是動彈不得 儘管救難人員在事發之後 一個小時就抵達現場要救援了 但是因為情況非常的緊急 所以只好讓這些乘客 從離地面300多公尺的高空 以繩索垂吊的方式來著陸 而救難人員也立刻備好擔架 將這些受困的乘客 一一運送出山谷 再關心的是南韓的 第一枚自製的運載 火箭世界號今天下午的時候 是成功發射升空 南韓的科技部稍早也宣布 世界號發射的任務 按照計畫完成 世界號原定是要在16號發射的 但是因為發射的前一天 火箭感測器的數據出現了異常 因此整個計畫是暫緩 推遲到了今天才發射 韓聯社也報導 世界號火箭成功分離 而且世界號在去年 10月21號的時候就成功發射 但是因為當時施放模擬人造衛星的任務 是沒有成功的 而這也是時隔8個月之後 再度執行發射任務 而這回全球首富特斯拉的創辦人 馬斯克他的家事又再度登上了 社會媒體版面 他的18歲兒子塞維爾 馬斯克今年4月的時候就向法院 要申請是變性這樣子的提案 而且他說他要改從母性 不僅如此 他還在文件上表示說 不在意任何的方式或形式 跟他的親生父親 也就是馬斯克住在一起 或者是有任何的關聯 儘管英國媒體沒有報導 馬斯克兒子是不是因為 他們之間的父子關係學裂 才提出這樣的申請 但是馬斯克曾經被指控說 他仇視變性人 而馬斯克的兒子生母 也是加拿大的作家威爾森 他跟馬斯克的婚姻關係 是從2000年維持到2008年 兩人一共育有5名孩子 而馬斯克離婚之後 又跟加拿大的女歌手格萊姆斯 也育有一子一女 而誰說來關心的是 很多哈日族都很關注 這樣的消息 就是日元不斷的貶值 而日元對美元 現在貶值到了20多年來的 歷史新低 這倒是其實許多日本當地 如果你去買電器 或是3C產品的話 換算下來比其他國家買 還要便宜相對是打折 東京的秋葉原這邊 就有許多的在日本的外國人 就狂買一些公仔模型 或是3C的產品 代購寄回他們的國家 要從中賺取差價 游客們就在抽業員這邊狂掃貨 邊買邊說真的是太划算了 由於日元貶值匯率換算下來所有的3C產品 還有蘋果的商品都是相對是打折的 而儘管日本的通膨飆漲 但是日本央行持續是採取貨幣寬鬆政策 日元續貶 有經濟學者分析說 雖然日元貶值可以提供出口價格的競爭力 但是現在全球能源價格是不斷的飆升 所以其實貿易商還有許多的成本得要承擔 而是熱關注的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全球能源價格 現在是不斷的攀升 美國財長葉倫20號就表示 美國已經跟加拿大等盟國來進行協商 計畫要對俄羅斯的石油實施價格的限制 用意是要進一步的限縮 莫斯科的能源收入 葉倫也在記者會上頭表示 正在討論價格上限 或是價格例外 借以壓低俄羅斯的石油價格限縮 普丁政府的收入 同時也可以幫助更多的石油流入全球市場 我們在討論攝影棚全天候都是用水神 空間比較大可以使用的是這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麼如果說空間比較小兩到三坪左右或在車上 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比較迷你的水神霧化器 在車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來到快點購買送水神一舉兩得 可以進行吧 我可以進行水神霧化器